台湾顾仁团今天讨论是这次的基本工资都已经拍板了 要实行跳到103块钱 一个月给增加267块钱 但是现在却让我们的行政部门非常犹豫 明年1月1号正式要来实施吗 在拼经济以及让劳工顾保斗的这个难之间 现在不知怎么做 只是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么难 刚来来宾告诉大家 每年只要讨论到基本工资 这个劳资双方通通不会同意也不会满意 特别是资方的声音总是非常之大 所以请教吴委员 这个没有解套的一个模式吗 那这个还是这个策略是不对的 我觉得还是有 因为劳资双方僵持不价 最后就是政府要来扮演一个中间人角色 虽然这一次王祝贤所提的基本工资上去 行政院有意见 但是我会建议说不要说都不调 应该要不要说都零 都不调整 你应该说在这个 吃半颗茶叶蛋 应该说在数字上做些调整 那至少至少有一些交代 虽然这个交代不是很好 政策不能只用交代的心情来做 我说考虑要社会面的 因为有时候很多的劳工他有所期待 这是我能够提个的政策建议 虽然不是很好 一定要调就是了 第二个我觉得说我们在薪资 基本上就是国力跟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展现 那我们台湾目前的整个实质新资已经连续14年下降 从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到我们国民党执政 一直都持续不断的下降 这表示我们在整个经济结构上出了一些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有可能是来自于过去的整个基础条件没有弄好 或者是有人讲说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处得不是很好 才让我们台湾的经济陷入一个这个自由 不是很自由贸易的环境 所以马总统现在上来之后 陈冲院长他所要推的就是要来扫除贸易障碍 让我们台湾能够在整个自由经济贸易的架构底下来生存 那生存之后能够希望能够吸引外国的资金 在东南亚其他国家资金到台湾来进行投资 那投资之后有就很多的就业机会 就业机会多了之后呢 他的我们劳工的薪资下格就上涨 但是这个需要时间 坦白讲从学理上来需要时间 是中长期的政策 那如果说我们从我们劳工政策上要来操作的 让薪资能够上涨的工具 不外乎第一个就是基本工资的操作 中国大陆操作每年20% 第二个就是缩短工时 总统这次的选举里面有提到 要每周40小时 但是本来要推 但是因为景气不是很好 又是景气的问题 所以不敢推啊 不敢推 你如果推了之后 时之所得他会上升 因为工作时间缩短 对 感觉上会更多嘛 第三个呢 就是劳资双方要来协商工资 让他上升嘛 我们劳动三法也通过 但是问题是工会力量又不够强 我们检委员也非常清楚 不够强他就没有办法用他自己的能力 来要求雇主来提高他的薪资 另外第四个方法就是 职工福利金条例的一个方法 那就是职工福利金条例要求雇主 来资方编列一些经费 到那个职工福利金里面来 用职工福利金来照顾劳工 但是这些都是不是很正规的方法 所以这正统方法最正规 应该是整个经济要能够起得来 好 这个大家才会觉得说 这个日子是好过的话 今天我也不要求你要调一个 茶叶蛋的一个价钱的这样一个时薪 所以接下来大家看到 如果吴委员这样的一个建议 一定要调不调太难看了 那是不是调半颗茶叶蛋 大家好好要来做关注 这样你又能够接受吗 所以但是在这个时刻要来看到是 然后为主委他的角色到底该怎么扮演 因为时间很快 明年一月一号呢 他就要升为隔维劳动部了 王文璇孙李成章会是个劳动部的部长吗 所以请教这个郑主任 那我们要怎么看 要升格了 我们的劳资问题在这个时候告诉大家 明年一月一号开始不会给你调长基本工资 你一月一号劳动部会要变成劳动部 很讽刺 不过也不会因为这个政策 维持或者变动 他就不会变劳动部 他是已经那个应该 那应该不会喊卡的 他的是说劳动部变成经济部 变成经济部 变成资方那边 那就麻烦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 民进党是认为说 劳委会员来的决议 那个审议委员会出来的决议 是该维持的 一定要维持下去 而且我一开始就讲说 他们在做基本工资调长的时候 是没有反对的 这一点要注意 现在哪一次说 有什么重大的决策 然后朝野是没有意见的 所以这一点至少是朝野共事 那现在院长 马总统你们凭什么去推翻 就这一点上来 不是要弄到人家上街头 被看本来就落地儿没钱 还要像华龙一样百日上街 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但是现在只有这条路 这一条我们也不乐见说 要劳工上街头 对不对 你总不能说 大老板们在冷气房里面跟你参加灾难两句 你就改变了 然后劳工朋友却要冒风淋雨 然后在街头上面抗议 不是这样子的嘛 所以刚才巫园讲的没有错 就说当工会没有利的时候 那靠谁 靠政府啊 不然我告诉你是政府干嘛 政府也不行啊 政府是靠谁活下来的 政府靠我们纳税不是吗 所以我们纳税给他到底老板纳得多 还是工人劳工纳得多 台湾的比例是紫 那个劳方纳得多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希望说 政府你要做的时候最怕就是朝令戏改 最怕的就是颠三倒四 我们在政所说的时候已经发生过一次了 好是讲国民党也不对 民进党到末期我们自己要检讨 你在书花糕 我们这样反反复复多少次 那是造成我们民进党下野的一个原因之一嘛 所以谋定而后动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给马总统多少时间了 你站在的时候 实际上说经济不好 我们经济不是说不可预测的因素那么大 我刚讲说全世界只有台湾差 台湾当初在投票之前 或投票刚结束的时候 那时候整个马政府告诉你们是说 全世界油价都会涨 之后连续十几点 然后告诉你景气一片大好 就现在怎么样 其实急转直下台湾是掉下来的 不断强调 那这个状况政府 我们告诉我说谁误判错了 阁边还是这些人 不是还是这个安心内阁吗 马总统有没换人 副总统还是当初行政院长 没有人愿意负责任的状况 也没有人有必要负责任的状况 我不知道信任这个政府做什么 最后倒霉就是劳工 我再讲一个数字 刚才吴委员讲了有点错误 我们薪资是倒退到13、14年的水准 没有错 但是中间其实是有在进步的 不是民进党实在国民党 说从民进党执政开始一直往下走 不是这样的 是最近几年调回13年前的水准 那我再讲一个就是说 我们的低收入户 民进党交给国民党的时候 是9万7千户 现在14万3千户 多一倍了 多50% 这不能怪民进党吧 所以整个状况是 国民党没有照顾到底层的人 房价一直涨 物价一直涨 有钱的人没差 没钱的人你没照顾 这才是现在的问题 所以这个267块这么一丁点的钱 我们刚刚说 他完全无法去cover掉 所有已经在上涨的物价的情况之下 他还是调不动嘛 我们就来看到 劳动部在明年1月1号的一个正式成立 这个恐怕是不可能出现 要被推翻的一个情形 那劳动部正式成立之后呢 劳工的这个政策 劳工的生活会跟着来做提升吗 或许劳工朋友们有这样子一个期待 劳委会呢 1987年8月1号正式成立 2013年的1月1号 要升格为劳动部 全国劳动跟人力资源事务的中央主管机关 而且把这个新府会的 青年就业的相关业务也要纳进来 要纳进来 事情好像应该是更多嘛 但是郁政 那个劳动部长还是王如璇吗 我觉得我其实从头到尾都主张 王如璇应该要为这些错误的政策 应该要为这些没有办法贯彻实施的政策下台 那当然什么样的力量 什么样的这个 有没有办法像郑所税这样子 郑所税的话就是 有很多的这个券商 有很多的利益团体 他们认为说 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政策 可是最后弄了一个 四不像的折中政策 那我也觉得那是一个悲哀 所以刚刚委员有提到说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协调一个 所谓的折中方案 好那不要六块那三块好了 不要267那130好了 我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本身呢 其实就会让大家觉得说 政策是朝令夕改 没有办法让老百姓觉得你的政府 你可以油价一次涨足 你电价也要照你的计划涨 那你为什么油价 我们来商量一下嘛 你动涨那么多次 为什么你不调个10% 20%就好了 为什么你要一次涨足 OK那劳工的基本工资 为什么我就要跟你协调 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我们要的是全世界的一个水准 所以今天如果说 王陆雪已经是这样了 那未来的劳动部 还要再加上所有轻辅会的这些工作 这轻辅会的工作很大 过去就是都是我们这些青年人的事情 那过去为什么台湾的这个年轻人的事业率会这么高 我认为啦 过去好几任的轻辅会的这些主委 能力都不足 因为都很嫩 都很菜鸟 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青年走上了社会之后 该需求该怎么样的跟其他的部门去做配合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 让所有现在的青年 社会新鲜人就业的问题非常严重 你去所有的这些大街小巷就是我老爸有钱 靠爸族 靠妈族 靠奶族 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在社会上当 大家觉得说他的日子好过一点 否则的话都很惨 否则的话都很惨 所以我们看到连轻辅会的业务都要变到劳动部里头了 现在台劳变这个年轻的台湾青年去当外国当台劳的新闻 这两天大家还在持续的关注 不管当这个屠夫大家怎么去看他 但是就在采矿工厂也出现了把手都给弄断的一个情形 这个部分轻辅会你没有责任吗 那未来加到了劳动部里头去 劳动部的部长会是谁 是王如雪吗 他又能够扛得起来吗 我们稍微回来 我们来请来宾做最后的结论跟建议